本港確診多一宗新型化驗 患者是32歲外傭 累計61宗 醫管局說 由2月1日至今加強監測計劃 為9400人進行新型冠狀病毒測試 有20人確診 決定由明天開始 將計劃擴展至普通科門診 以及急症室病日 在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 求診18歲以上 發燒和有呼吸道病徵 又或者有肺炎的病人 如果臨床的診斷不需要入院 急症室或門診就會提供一些樣本評 給病人拿回家 在翌日起床的時候 自行去採取心脫液的樣本 並將樣本交回急症室或門診診所 進行新型冠狀病毒的測試 病人不需要留在醫院等待測試的結果 並未必有所謂目的 �네克風 Mu